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主要为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家里面的关键字 OK 好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课程大纲啊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关键字 然后还有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些事例 哪些是合法的 标识服务 哪些是不合法的 好吧 OK 这个关键字我又该怎么理解呢 这个关键字是这样啊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过了这个什么是标识服 对吧 那这个标识服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定义这个变量的时候所使用到的 对吧 使用到一些符号 我们叫标识服务 那这个关键字呢 它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语言里边已经定义好的一些个标识服 已经定义好的 对 已经定义好的 然后有特殊意义的一些标识服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不能用这个这个关键字啊 来作为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呃 变量的名字啊 或者说是这个自定义的这个呃 标识服了啊 知道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给大家列出一个这样一个表吧 好吧 那这里呢 就是列出来这个呃 家里面呢 这个呃 基本上的一些个标识服啊 哎 里面的定义了一些关键字 这么多了这个啊 啊 确实比较多一点 是吧 这怎么能记得住啊 呃 这样啊 没有关系 呃 这个呢 我们在每一节里面所学习的时候啊 我们会呃 这个学到哪个关键字 哎 我们就会给大家去使用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记住了啊 你现在目前为止呢 呃 是呃 你不用这个所有的都一下一口气先背下来 是吧 因为你还没用到一些呢 你就没必要先进去 哦 对吧 哎 比如说 你看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呃 八个基本数类型啊 对吧 哎 比如这个你看我们看到这个呃 看啊 这个是 呃 布尔啊 对吧 知道吧 这个认识 哎 认识 这个还有这个byte 对吧 对我们也认识 嗯 然后还有这个像这个chart啊 是吧 chart 还有这三个 然后有这个double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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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对 float 是不是 对 像这个int 还有这个怎么sort啊 这几个呢 我们是都已经学过了 是吧 所以我们一看就认识了 嗯 其他没有学过的呢 现在展示也先不用去记它 哦 OK 好吧 好 后面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 就 哎 呃 再告诉你是什么意思 哦 我们就明白了 好吧 哎 OK 哎呃 卫哥 我看你下面还有个保留字啊 啊 这保留字我也没这么理解啊 啊 呃 这个保留字是这样的啊 呃 保留字呢 它也属于这个是家里面本来是需要 啊 呃 作为这个关键字来去使用的 哦 本来需要作为关键字 对 然后呢 就是这实际上是从这个呃 呃 C 或者生家家里面移留下来的两个 这个具体的一个关键字啊 那么加上里面呢 就把这两个呃 这两个这个关键字呢 啊 就把这两个啊 标标识符啊 把这两个标识符就是说先呃 保留下来 我们不能用这个表保留字来作为我们自定义的这个 呃 标识符 不能用 对 我们这个不能用了 就是它已经把这个标识符呢 呃 把这两个标标识符呢 就是我们说 保留下来的嘛 对吧 就是但是呢 目前还没有作为这个呃 关键字来去使用 哦 哎 是这样的 所以你定义这个变量名的时候啊 哎 你就是不能用沟通了 哎 你也不能用这个const 来作为这个变量名 哦 知道吧 所以你就避免使用这两个就ok了 嗯嗯 哎 哎 我哥 你也就是说 以后我标识符命名的时候啊 有这个表里的英文单词和下面的两个单词都不能用就行了啊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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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意思啊 啊 这么说不就明白了吗 啊 明白了吧 哎 就这个意思啊 哎 哎 哎 这个啊 关键字跟这个保留字有什么区别呢 呃 刚才说的就是说关键字是已经它定义好有特殊意义的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直接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定义一个字节 就用byt这个关键字来去定义 来声明是吧 但现在这个保留字这两个保留字 现在在我们语法里面还没有用到这个 就在代码里面是不会出现的 明白吗 但是你又不能用它来作为 这个变量名使用 我觉得说就是一个是已经定义 一个是没定义 对对对就这样一个是区别 所以说你就避免使用它就可以了 避免使用这个保留字就行 OK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呢 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定义这个变量的一个 一个事例 我们来一起检验一下 大家就是有没有记住这个 这个这个名声是否合法 好吧 OK 我这里列出了几个定义这个变量名的 这个事例 我们一起看一下 比如第一个 小白你看合法吗 这不行 加瓦肯定不能被作为变量名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 加瓦不是这个 它既不是这个关键字 也不是保留字 好像从名字上 我们经常叫这个 这是语言的名字 是吧 加瓦语言的名字 但是它不是关键字 也不是保留字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作为变量名 这题不算 这你没跟我说 你没交过 这题不算 这个是这是可以的 好 可以加瓦可以 第二个 INT 类型 这不行了吧 这肯定不行 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是吧 定义整形的 然后这个是number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好 这个phone number呢 phone number 这个不行 这个中间有空格 中间有空格 是不合法字符 对吧 这是不合法的 然后第六个下方线 加两个多了符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 可以是吧 我们说过可以用多了符 这个字符来去 作为我们的变量的命名 对吧 也可以下方线 对下方线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对 OK 好这个CAT3 CAT3 行不行 这个可以 可以是吧 对 以数字字母开头 对吧 都是没有问题合法的 对 然后呢 这个dollar name Dollar name 这个也可以 可以是吧 Dollar符 也可以作为这个起始位置 是吧 百分之后 Count 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不能以百分之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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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 是吧 百分号不是标识符里面规定的这个字符 对 是吧 我们只能以四母下话线这个这个多了符 是吧 对 组成的数字组成的这个这个符号才可以是吧 百分号不属于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它是属于非法字符吧 OK 好 这是不可以的 好 Dollar一个成绩 这不行用中文了 这不行 这个用中文了是吧 中文 好 我们在这个定义的这个名称里面 有说过不能用中文吗 有没有 没有说过吧 实际上呢 你在这个编量名里面使用中文 使用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 是个合法的 可以 这是可以的 只不过呢 那我们在这个写代码的时候啊 基本上不会使用这个中文来去 作为这个这个这个 变量名的一个一个命名 通常习惯上都是没有用这样去使用 有过我写代码用中文不就可可以 哎 我就说了嘛 就是不 你就不要这个 基本上就是大家习惯性来说呢 都是以英文字母的方式 因为你代码全部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英文嘛 对吧 写着组织结构啊 所以说基本上呢 也不会是使用中文来作为这个 呃 呃 编量名 OK 好 这个吧 了解一下 好 呃 这个下号线 下号线 不录百分号 也不行吧 什么样不行吧 有百分号是吧 哎 对有百分号 好 后面一个public public 这不行public是关键字 关键字看见了 哎 看见了是吧 哎 我们还有一条原则是加码是区分 大小写的对吧 哎 大小写的啊 所以说这个大写的public 也是没有问题的 哦 对 大写小写完全是两个是吧 哎 对对对对 这个它是不一样的 是吧 嗯 是不一样的啊 OK 最后一个是啊 38加一个b这个不可以吧 不可以是吧 嗯 不能以数字开口 不能以数字打错 对吧 哎 不能以数字打错 来定义我们这个标识符 避免使用到关键字和保留字 好 OK OK 好吧 好 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这样一个实例 好 好 那我们的这个呃 关键字呢 就给大家先讲这么多 OK 飞鸽在手 天下我有 下节再见 再见